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平梅跟咱们中共领导人都很有关系 是吗 毛主席晚年的图书管理员 一位姓徐的先生写过一本书 就是毛主席的读书 然后他里面写到 胡耀邦同志 1984年到1986年 就爱在中南海散步 耀邦同志就是散步 绕中南海就是饭后要一万步 散步有一天散步到丰泽园 就是毛主席过去的住的地方附近 跟他聊天 他说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胡耀邦同志听说 我是给毛主席晚年搞图书工作的 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金平梅有吗 不是 他问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毛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看金平梅 然后这位这这位徐先生说 没有 说我们很清楚 他这个晚就是过世之前十几年 肯定没有在我们这借过金平梅看 他说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毛主席对金平梅相当有研究 因为不下五六次啊 在中央会议上 中央高级干部会议上 毛泽东就讲这个金平梅 因为他对金平梅这么大的兴趣啊 所以呢 当年这个金平梅在高高等级干部当中 小范围解禁 就因为他让这个省级以上干部 你们都应该读读金平梅 真的 其实当年我想全国初中生都对金平梅很感兴趣 看不着啊 对啊 就是他应该让全国解禁老百姓 徐老人看一看 我读研究生物 读了中文系的研究生 我们就可以进书库 我就是说不是在外面借 外面借那你一般的金平没不稀奇了 对不对 那三节本 师之纯三的 我们师之纯就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我每次碰到师先生就想 干什么三这么多 然后以中文系研究生申请了一个特批 就进到图书馆 华东师大的长书是上海第二的 在那个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 张厨坡平本 这个天下第一奇书 我这个陪我度过了多少个日夜啊 日的夜 但是我以我的经验改善 因为那个时候你想 二十来岁青年人 我也没有女朋友 躲在图书馆里看 被那些 看到脑血管爆炸 对看到那些文字啊 你会毁三观的 真的是 所以很多其他的毛主席夸奖的 鲁迅称赞的 后来很多人 我自己后来也重新才悟到的 跟《红楼梦》一样的水准 中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 以技术水准来说 是中国最高的小说 当时全没看到 就记住来往媳妇啦 就记住这些东西啊 葡萄架 葡萄架 后来我跑别的地方啊 跑日本 天理大学 说有一版本跑来 怎么知道它全不全呢 葡萄架 东京大学看一本 那日本还能手摸啊 你北大的 你那个原本的 你手都摸不到 所以你跟主席的这个水平 就不能比了 主席早已经过了这些关了 所以主席直接指出 就说金平梅是《红楼梦》的祖宗 这个见解很文学式的 对吗 绝对是 说没有金平梅 就没有《红楼梦》 绝对的 而且主席甚至说呀 说金平梅 你看人主席就是说 金平梅不好的地方 是他那个欺负妇女 这些人都说 而且人说呢 他好的地方啊 是他写了明代的这个经济社会史 这个 虽然表面上在说宋朝 当然徐老师感兴趣的 我今天也给你准备了 新版的 徐老师 活色生香的 电影界的同人们拍的 是吧 就是新版3D金平梅 那不忍看 3D金平梅 你别不忍看 那都是糟蹋金平梅 你可以看一下吗 怎么叫糟蹋呢 你瞧 这张公布出来的剧照 图片说明是 金平 这个潘金莲在劳动 后边是武大郎 你看 潘金莲在劳动 如此劳动 你再看一下 在和面的 你看 看下面 这是潘金莲跟这个武二 勾引武松遭剧嘛 这武松看见就快绷不住了 是吧 这个我上次讲过 三部水浒 那个三国演义跟西游记 都是游俗变雅 就是他本来是民间集体创作 然后经过文人整理 登上了四大名著的宝座 红楼公跟金平梅 是尤雅变俗 那红楼的变俗是因为 陈高本 把他变成主流 大家能接受 最后乐剧等等 金平梅的变俗就更惨了 他本来是讲金的 后来变黄 金是什么 金就是钱啊 金平梅 金平梅 一定要懂一个金字 我那个时候读啊 我说实在话 我不相信 因为他上上下下打点 钱能通关 通关很多事情 女人都靠钱 我当时觉得夸张了吧 我那个时候八十年代读啊 单纯啊 我以保育之心读金平梅啊 我觉得夸张了 近年来的社会发散了以后 一发现全是写实啊 哪里夸张 你看 今天这个世界越来越金平梅了 我觉得我很喜欢金平梅 对吧 甚至真是有一段时间呢 超过这个红楼梦 因为我觉得啊 他是祖宗 还真是毛主席说的对 他那个祖宗啊 就特有的那种地道 这个地道 曹雪芹啊 你还能感觉到 他是个文员 对吧 他加工了 高于生活了 高于生活了 但是金平梅的那种地道啊 我就说啊 他甚至采用的语言 你看好多字 就是他山东那个地方的方言 对对对 然后呢 他写的这些 你说今天讲什么墨言 这些 不是讲墨言 什么现实主义作家 我觉得真要就对 市井语言的这种地道 而且这种地道背后啊 有一种观察 就是我就觉得啊 你看啊 这个伟大文学作品 我最近岁数大了呀 我老是发生疑问 就你们这些搞文学史的 我觉得 比如说咱们那天讲到啊 安娜卡列尼娜 那么我小时候就说 哎 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里啊 是同情安娜卡列尼娜 批驳了这个卡列宁 我当时就姑且这么听之 到了这个 《红楼梦》又说 这是批判了这个封建制度 封建家族 我水平低啊 我怎么看不出来 我觉得伟大的文学作品呢 恐怕很难说他批判了谁 他丑化了谁 或者他打击了谁 我总觉得他是一个一个观察 比如说对于西门庆的这种生活方式 你看中国说书人的这种口吻 你说他是揭露 他是讽刺 他是羡慕 是艳羡 是赞美 是批判 你可以说都是 也可以说都不是 他就是那么一种 唯唯道来 他一两句批判 然后九十句在那里 欣赏的描写 你上来就说 泼皮啊 什么这个流氓啊 这个降妇女的领袖什么 然后接下来就 津津乐道的细节 吃什么穿什么 怎么 可是我觉得这里面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常常被忽略 我们都觉得时间上讲 他是《红楼梦》的祖宗 这一般的看法 但是从文学技法的表现上 某程度我觉得 其实他比《红楼梦》更现代 《红楼梦》是更加 他更加贴近现代 现代主义所讲的心理小说 当然两者都对女性心理的 刻画很丰富 但是《红楼梦》呢 更多一种古典文学的 一种浪漫化的色彩 但是《金平梅》是非常 自然主义 而且他很冷酷 他用俗话写东西啊 是日常老百姓的俗话 但他非常冷酷 他那种冷是一种 真的是很现代主义的冷 天地不仁 你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啊 你就说大家最喜欢谈 那些性爱场面 你仔细看多几 就一路看下来啊 你会无比的厌倦 对不对 它是机械化的 由厌倦到厌倦 对 它机械化 而且呢 你会发现 它越写呢 越阴森 你记不记得里面 潘金莲养了一只猫吗 那个猫不是叫雪狮子 还是什么 不是后来攻击 西门庆那个孩子 那个官儿 对不对 咬伤后来 官儿不是给害死了吗 对不对 平儿 因此就 对没错 就这么 就完了吗 然后他就害他 但是呢 那个雪狮子是怎么样 好几场 我记得 是西门庆 潘金莲在做爱的时候 在搞的时候 他们说 忽然教的什么 房里的冷收收的 有什么都要盯着咱们一看 说那是猫 冷冷的攀在一个角落看 他这个写了一笔 他回头继续写 他们怎么搞 然后后来呢 你再想想看 西门庆 他那种冷热的那种对比啊 其实这个书特别适合过年看 因为我们要记得 西门庆什么时候死的 就是过年的时候死的嘛 哦是吗 春节之后嘛 外面是瑞雪遍地 放烟花放鞭炮 然后他在那 花年洗地 他跟潘金莲是搞最后一回 精进人亡 精进人亡 真的 然后就整个世界 是最该高兴的时候 啊 迎乐到最后 你刚才那么说 我都想起那个 最后那一幕 我都想起那个 大岛主的那个感官事件 对啊 这种感觉 你想他最后都搞到那个样了 还吃那个西域来的 那个僧人给的春药 那就是要往死里搞 他就是 太可怕 所以过年真是 我应该通通经病了 我还有图像给你们看 我还有图像 《腔腔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腔腔三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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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全球华人 《腔腔三人行》 《断腔三人行》 《腔腔三人行》 《腔腔三人行》 就坐在你的面前 18年后他登上世界舞台 我当时就说这怎么可能呢 两个穷留学生像开玩笑一样 黄豆豆的改变与坚持 阳光保险明点面对面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 这个主席当年说 这个省级以上干部 省委书记也不是省级干部 就是省委书记 还是党的人 就是省委书记这一级 对 后来看来是到了现代标准有所放宽 我觉得有一个省级干部 是这个超额贯彻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 谁呢 就是原来的江西省的副省长胡长青 他的这个枕边读物 就是毛主席说的 他副省长不应该看 结果他不但看了金平梅 而且他自己还加了两本 一本是肉谱团 一本是素女心经 这个胡长青最后就是色官 被拿下 而且我就是说 金平梅描写的这种享乐 对中国人是款款相通的 你不信啊 我再给你看我们今天一个卡片啊 讲一个新闻是真的 你看这个照片 2月2号位于河南省鲁山县上汤镇的摇山福泉 天哪 2月2号开业 一位山西老客 花费十万元拍得帝王头汤 他现在享受的这叫帝王头汤 在开业现场做帝王这个亮相 在宾飞宫女太监们的服饰之下 享受了帝王待遇和福泉头到汤的待遇 场面相艳 观众为观 后面那些是什么人啊 围观的 就普通老百姓 看热闹的 他来享受这个 他享受的就是大家可以看他 但是这不懂啊 那个金平梅里边 你看他虽然他有六个太太 他还有很多丫鬟 但是那个六个太太 他从来不散批的 你不要以为 我们认为好像他这个男权中心 为所欲为 不为所欲为 他里边有很多过去 你看他从来他不能像罗马啊 或者是他有三个人的场面 另外一个一定是丫头 就是收房的 就是春梅这一级的 这一级的才可以 另外他如果跟丫鬟急的人要做的话 他在他这个院子里 他虽然是主人 他可以把哪个老婆拿来跪下来打 但是他要越急跟奴才发生 他得到山洞里去 记得吧 冰天雪地冷得要命 这个冷的要命在那里 因为你好像是可以跟丫鬟 春梅什么的一块 那是收房 那丫鬟是派给他房里 就像习人跟宝玉这样的关系 你把他收下来 这是可以 那个是那个来往媳妇 是那个下面帮他工作人员的老婆 就是说他不是乱伦 他有他的伦理 他绝对里边有一套 他像这个乱学 这个完全不对的 那个西门清也不可以这样 西门清也里边也没有这样 中国过去的帝王也没有这样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金平梅里面 他那种 他那种就像我们昨天讲的 我们不是前几天开玩笑 我说四大名著是三大接空 其实要是把金平梅算上去 那就是四大接空 金平梅也是最明显的 就你这么样的放纵欲望 搞钱搞女人什么都搞 搞到最后就是这个收场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收场也收得特别有意思 其实每一部中国这种小说都是这个结局 就那天我们也讲 就本来应该是西门清死了 故事就完了嘛 他没有 他还拖 他后面还有十几个十几回 他都要等到所有就像演戏一样 中国小说是所有登场人物到最后 一一散去 剩下一个干干净净 白茫茫大地 白茫茫的一个舞台 然后虽然他那个金平梅那个看完的感觉 你真的格外空洞 因为啊 真的是格外空洞 中国古代小说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构啊 因果报应 他这个说因果 你看过去说书就叫说因果 说到后来 每一个人 你比如说肉朴团里边 他最后说到后来怎么样翻然悔悟呢 就是老话说了 你要淫人妻啊 你妻被人淫 他搞了别人的老婆 最后他看到自己的老婆也给别人搞了 对 悔悟了 这一体会到因果 所以我倒觉得今天的人啊 怪不得就是真正研究文学的人经常讲 就是说我们要有同情之了解 你得回到他写小说的时候 那个环境当中去 你比如说什么反散地反封建 这些个破坏呀 我觉得这就真的是你今天的人 你这么去去看 那完全就不就不靠谱 你比方说 呃 像金平梅啊 这个施奈安 他们讲就是水浒 还是朱元璋那个年代的人 就明早期 明早期啊 还是受这个宋明礼学的这个影响很重 你看水浒传里头英雄是不尽女色的 对吧 甚至水浒传里头啊 把这个潘金莲描写的更淫妇一些 把武松描写的更干嘛 更不尽女色一些 但是到了 社会上根本讨厌女人 对根本讨厌女人 但是到了金平梅呢 他就反映了一个什么呢 到明代中晚期 你知道明代中晚期 为什么现代人都讲晚明啊 明代中晚期啊 确实有一种 你说是解放欲望也好 你说是解放人性也好 他有一种啊 就是比如说是享受生活 追求生活趣味 甚至是明晚期的很多文人 他养着自己的很多机械 在一块啊 这个这个胡天胡地 或者说是唱曲作乐 他这种生活方式 他用我们现成的唯物史观 就是因为经济发展 因为中国进入了商业社会 这个金平梅就是商业社会 他就是一个商人的生活 我为什么讲 脱出经就这个道理 但是他是一个商人社会的 这个问题 而且他这种写法吧 虽然他最后是有报应 但他整个 你看90多回啊 大部分啊 他是不惩罚的 他甚至在欣赏的 这种写法啊 其实也蛮多的 你比方说 我后来读莫婆桑的郡友 也是啊 这个 那个郡友叫什么 漂亮朋友 他里面对女的都很耍手腕 他最后他也没有报 后来我们看到 比方说像钱宗书的围城 他也是这种写法 就是这个主人公方健 也没什么 没没 这不是一个好人啊 或者说 谈不上是一个正面人物 但是他把它写写写写 就这么不断写下去 他不是有一个正面人物出现的 你知道到从当年呢 看金平梅啊 就上瘾啊 我看过一个笔记杂文啊 里边记载 就是当年金圣炭 这个写的那个 就这种便条啊 小小小纸条 就就就跟他一个朋友说 说你借走了我的金平梅啊 你就不还我 但是金圣炭讲话很幽默 说金平梅料以成颂否 就是说 是不是你都已经背过了 你还不还给我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赤裸演出 笑声尽不了 小龙胜睿 蛇全蛇美 凤凰卫视中央台 黄鹤楼 天赐淡雅香 风骨酒王 凤凰冲击播 由风骨酒王赞助播出 低醉酒度 风骨酒王 战略合作 战略合作 这个春节凤凰人有点忙 包饺子 转风车 挥笔银舌年 大家喜气洋洋 闹兴臣 点滴凤凤凰人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文台 我觉得徐老师说的有道理 就是说 看古代的这种小说 不好说他批判谁 他赞美谁 我觉得就是一种呈现 所以 而且其实像西门庆的这种生活方式 我跟你说 我觉得中国人是没条件 有条件 中国人是最好想的 但是我这次还是毁三观 我这个疑问拿出来给你们看看 我这次重新读 你觉得西门庆 西门庆跟宝玉 是不是男人的两个极端 他是不是男人的一体两面 是不是学生时期就是宝玉 结婚以后有钱了 就是西门庆 是不是浪漫主欲的 就是你看他们有个 相通之处就是说他们花心 喜欢多的越多的女人越多越好 明明身边已经很多女人了 宝玉身边已经有习人了 已经有待遇了 已经可是看到小红还动心 看到看到谁谁谁看到 对不对 那西门庆更不讲了 身边一大堆还要去找什么李贵姐啊 但是他们两个人 宝玉是情 西门庆是玉 那是年龄关系啊 情和玉 不是不是 我觉得也不只是 我觉得跟年龄 我觉得还不只是年龄关系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不是现实存在的人物 对 他们两个 是不是男人的两极端 中间 结许就是一般现实存在的人了 他们两个是作为一种人的一种的典型啊 推到极端的典型描写 所以我觉得金平梅 当然我不会说他有一个道德谴责 但是我觉得金平梅的确想把这个东西 写到非常彻底 非常极端 我们所谓的所谓现实呈现啊 明朝中末期 并不一定真的是坏成这个样子 这是不一定的 而且他 怎么说坏 我觉得太好了 就没有他那么腐败啊 用我们简单的讲法讲 没有那么腐朽腐坏 而且那个也不一定是晚明 坦白讲 甚至比晚明早中 对 应该是中明 因为你想想看这里面 连昆曲都没出现过 不是 因为你晚明小说一定有昆曲 我给你们看两张 我给你们看两张照片 还有照片 我们可以看看 春宫 想不想看 你看这是清代人眼中画的啊 你看他这个春宫画啊 你看这是他们给遮住了啊 就是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跟自己的这个妻妾成群 在自己的庭园里 你看 酒肉刮果 而且你别光故意他们搞啊 你看看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环境 花园 这个树 是很有生活趣味 很有生活品质的 你在这方面 大家不要老关心这个性 我觉得 但我讲完那个啊 就我觉得并不要去那么强调说 它所谓呈现现实 它固然有呈现现实的部分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极端的一个现实 它在那个极端之后 它反过来 其实它是非常哲学化的 它是要指出这么极端的一个状况下 可以看到很多事情的本质的空洞 所以到了最后 它不是在批判新门庆 它只是说像这样的一个欲望 接着下来为各位播出 居然之家地球宣言